不知不觉赵丽颖已经本三十岁了,她从未在公开过自己的任何恋情,这在圈内是很罕见的,所以网友们对赵丽颖的感情状况是非常关注的。 虽然关于银宝的飞门男友从未见断过,不过大多数都是空学来风的,然而最近关于她与冯绍峰的飞门越来越多,这种不经意的小细节都显示出他们的关系仿佛已经坐实。 他们的故事走向眼儿吃馆群众看了不少热闹,第一个劲爆的传言就是赵丽颖已经怀孕三个月了,这消息出来后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不信了,粉丝都纷纷出来披痒的。 后来更是网上曝光一组赵丽颖与冯绍峰秘密游会停车场的照片,这后来只一度被认为是冯绍峰借赵丽颖炒作而已,照片中出现的其实是冯绍峰的助理。 粉丝们都纷纷为赵丽颖正言启谣,可是后来接二连三的照片不断的被曝光,两人各种亲密牵手逛街,路边散步,商场购物等等。 而且每次被曝光后照地影冯绍峰本人都没有出面澄清过,难道莫是这一切了?这系列事情就连粉丝们也慢慢动摇了自己的想法。 很多人开始说这两人目前已经出去日热阶段了,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公布恋情了。 这次更有工作人员出来爆料,说两人其实关系一直都很亲密。 两人一度因戏生情,特别是在拍摄《女儿国》这个电影的时候,两人的感情更是得到了升温,在一起合作拍摄支付的时候更是加速了巴多安占密的加速吧。 其实两人关于公布不公布恋情也觉得挺无所谓的。 后来在三里屯部加演示的一起逛街购物,就可以明显的表示了这一点。 现在又曝光了一条重量级敌食权,标明了两人的恋爱关系。 两人都公布了一张与别人合影的照片,照片可以看出这个人穿的是同一件衣服,两个拍摄地价也是相同的。 那么这次拍摄时候三人明显是在一起的。 可是为什么不直接和赵自拍呢?是想要演示什么呢? 而且最重要的是拍摄的地点正是赵丽领的家中。 这次被好友线露出来,网友纷纷表示道,这都已经领回家了,还不快快公布恋情呢? 虽然这两人年龄上差了九岁,可是这点年龄差在娱乐圈内真的不算什么。 而且两人真的是狼残女貌的,看起来非常登对的。 他俩在一起肯定会受到网友的大量祝福的。 各位看官们,关于这两人是否会有一个完美结局? 有什么看法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